台北市政府官传局为了争取港澳旅游市场 特别邀请香港旅游业界高级主管来台 走访台北市人气景点 希望可以炒热2024的旅游热潮 来自香港24位旅游界代表 抵达台湾的第一站 就是搭乘豪华双层餐车 台北市官传局长王秋冬特地参加接待晚宴 邀贵宾品尝由五星级饭店进行准备的餐饮 还能沿途欣赏信仪区五光十色的夜景 按照我们最近的统计 港澳来台湾观光的 应该是最近是占前第一名 应该算第一名 所以我们期待说 透过这样的一个彩线团的活动 可以让现在已经是第一名的港澳观光客 能够再继续加量 在香港赚钱来台北游玩 绝对是最好的选择 今年入境台湾的游客就以港澳入境居贯 一到八月香港入台共计六十八万九千零七十五人次 占入台总人数百分之十八 这次北市府官传局特地为彩线团 安排台北以后观光新亮点 这个什么来的 细细品饮在地好茶 在台北猫空参加茶会 还能品尝猫空茶餐美食 就是香港游客可以尝试的旅游新型式 来到这里的环境也非常的好 这里的茶叶非常的棒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台湾的乌龙茶 台北国际牛肉面节才风光落幕 这次彩线团离台前 还特别为他们安排品尝台北冠军牛肉面 用台北市的美食和美景 成为吸引香港游客下一次造讽的动力 期盼借此为2024港澳旅游市场冲刺 东森新闻陈正龙李军萧景云 在台北消防报道